表姐,快把你身上的箱子丢出来 不然它们就会变成大怪物咬你屁股 你也会咬人,还会变成怪物 小白妹,我都说少,你可别骗我啊 表姐,说到跟你说对了,箱子还真的能变成宝箱馆 不过打败宝箱馆最后的物资 运气好的话,能算是武器都不成问题 有图有真相,谁需要你说的是真实假 行了表姐,我确认收集物资 待会给你看看什么叫做大败宝箱馆 表姐,后来安静姐姐,你来制作箱子 把宝箱馆给放出来,我来积极地击杀 搞得这么严肃干嘛 独独通通的箱子,怎么就会变成怪物了呢 谁让我屁股啊 是怪物箱子,表姐你让开 看我一枪马,捅成马蜂窝 表妹,你的伤害怎么那么低啊 无数伤害贴人,是个宝箱的贴后啊 那你还不给他多一毛 哼,可以是可以 可以,那你假还叫你不动嘞 是我活着,影响你输出啦 表姐,我这不是怕误伤你吗 不然待会儿你误伤怎么买 一合成箱子就会出现一堆宝箱馆 杀我一个处不及防 我才不当着白老鼠呢 你和我合成就交给你啦 我也不要,那就是我细皮嫩肉的 大不了宝箱馆掉了的物品,你替我算 成交 那家伙已经准备好了,吃猫都给我按吧 大家会收到你一项的 表妹专利啊,说好的要保护我 我要是死翘翘了,有点好看 而且关系有我在,没意外 要是有意外的话,就当我没说 诶,我又死了 没关系,基本上宝箱竟然掉了一种总统手箱 再不用拿着什么到处乱飞了 给我的枪支上膛 遛遛几枪,搞定 我去啊,小伯妹 我以为宝箱罐只会掉入普通的方块 没想到还真的有武器 不仅有武器和我们俩小丸子 你最爱吃的 那,我给你咱们继续刷 不然继续刷宝箱罐呢 做了不少的好东西 可是还得难免换 想要不及 得想想其他法子才行 不然表姐的屁股都可以宝箱换回来 知道就好 我给你演讲帮我们小米带来宝箱罐嘛 哼,我可真是个太聪明 这些快过来 咱们做信仰对你宝箱罐怎么样 好主意哦 没想到表妹又开销的时候 好,铺,铁上咯咯咯的吸人掌 放上水流是为了炸人品能够集中收集 表妹这中间位子是什么意思 还无双目表现 你纷纷站在你的角落 招呼宝箱罐啊 安全吗 安全,绝对安全 要是不安全的话 下宝箱注意点就好了 这也太安全了吧 你看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宝箱罐全都掉到信仰一面 保持的物品不都是我们的吗 小宝妹 不对啊,没有漏洞 这米品可能是用掌握和消失的 啊,不消失 你怎么早点说 就杀了丢丢了 你收起来 这些普罗多多的物质 没一点好东西都没有 亏了,大家还亏了 请你安心箱子 像有巨型宝箱罐 大家请你快看 有巨型宝箱罐 你先寄上的宝箱罐小小只 现在还吃大的 说不定掉了 大宝箱罐呢 大宝妹你确定 越巨型的 怕不是伤害越高啊 大宝箱罐不显中瞧懂的 不是二半天还没有拿出手的神器 你怕的话就放到这些精灵里面去 你好吃来了 别救我 我一口都要蹲掉了 我也是自身难保 哼,解决了 还快按照掉落了啥 最实装备 马上后出攻击 这一半都是我的 我先拿了 表妹,像之前一样 三七分 你三我七 那是你说什么 我听不见 哪怕就搞得了 好,你个表妹给我站住 你怎么做的 我看你 你变了 我看你 我看你